新冠疫情解封 但兩岸的團客旅遊仍未解禁 行政院長陳建仁昨天表示 將優先開放旅居中國以外地區的 陸客來臺觀光 有業者分析 過去旅外的陸客 每年來臺人數約八到十萬人次 占整體市場僅有百分之零點八 學者指出近期來臺的旅客 大多為東南亞的觀光客 消費力是無法跟中國的旅客相比 兩岸的觀光才流失 是得以加強國際行銷來補 新冠疫情解封以來 臺灣旅行業者因應期盼 兩岸觀光能夠盡快開放 行政院長陳建仁日前宣布 將優先恢復旅居中國以外地區的 陸客來臺觀光 對此有業者分析 依過去經驗旅外陸客 每年來臺人數約有八萬到十萬人次 占整體市場百分之零點八 雖然市場不大 但也算是向中國使出善意 臺灣的方面能夠先開放 組團到大陸去 倒在的就是大陸旅客 能夠就是組團到臺灣來 臺灣開放從第三地來臺的陸客 不過中國官方日前宣布 恢復中國團客赴日本韓國等七十八個國家 或地區旅遊 卻未包含臺灣 引發外界質疑 我國今年六百萬人次國際觀光客目標恐怕難達標 有學者指出近期來臺旅客 大多為東南亞觀光客 消費能力無法和中國觀光客相比 兩岸觀光財流失 就得加強國際行銷 而陸委會則是強調 中國雖然同意我方觀光客 組團前往中國旅遊 但是卻未同步開放 中國旅客組團來臺 期待中國官方早日正面回應 我方主張雙校互惠原則 促成恢復兩岸人民觀光交流活動 記者 蠟純明 車夫菜 台報道